我剛提到的就是主要這些視角、開檔、存檔這些拖把 這邊還有其他的拖把,就是放在側邊跟下面這些欄位的 我們後面提到的時候我們再提,因為功能太多,這樣一個一個提實在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後面提到的時候我們再提 然後這個部分是我們hypermatch的快速鍵 這個可以稍微記一下,就是你如果要增加你的這個前出你的效率的話 就是透過這個快速鍵可以快速的進入你的選單裡面 我標一下我們常用的 常用有這個f2 f2是delete 這個會蠻常用的,你要刪除東西的話就是f2 然後f4是量測距離 distance 然後f5是mask 就是mask的功能就是去隱藏物件 隱藏物件 然後還有f5 f10是check element,就是做網格品質的檢查 然後f11是quick edit的,這是在做幾何清理的時候會蠻常用到的,f11 f12是automesh automesh就是建立share mesh,就是二維的網格 f12,可以稍微記一下 所以這幾個會蠻常用到的,f2 f4 f5 然後f10 f11 f12 這些是直接點f鍵 方旋鍵就會叫出來的 那你可以配合shift key跟control key,可以叫出不同的功能 這是預設的快捷鍵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定義你想要的快捷鍵 在preference keyboard setting這邊,你可以自己去定義你要的快捷鍵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你常用的 常用到的,你可以自己建一個快捷鍵進去 各位可以試試看,就是在hypermatch裡,你點一下f2 我會直接進到delete panel 其實就等同你點一下這個xx的這個功能 delete f2 然後f4 f4是量距離,f5是mask f5 f5的mask其實等於這個功能 Tourbar的這個mask功能 然後 好